老师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那你说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做第二轮的复习 然后我是8月27号考 然后我现在第二轮就是通过 做那个原版书课后题 就是再过一遍题目 然后一道题一道题的看 看完以后去做一些什么摆题啊 这一类的 然后找重点以后就加强的去 对那个重点进行理解 然后找出自己的薄弱的环节 也相当于是各个击破的一个过程 但是像你说的这种 如果它广度增大的话 我现在的时间好像是不太够去看原版书 但是我原本计划就是弄完这些题目 就是提海战术以后 回到克兰讲义 然后就去再把基础的一些讲义过一遍 像这种复习策略可以吗 如果你说要去看原版书 现在只有一个月的情况下 我觉得就是很难gover 所有的原版书的内容 OK 确实原版书的篇幅是非常大的 然后你现在只有一个月时间 你去看原版书 是根本不现实的一个问题 当然你现在做的是机构的那些题目 就是比如说摆题 有时候去看一些机构的讲书 就原版书课后加摆题这种 我觉得做这些题目 能够cover就是60%到70%的考点 除非你能保证这些核心考点 你都能保证全都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那些非重点的题目 实在是战略性放弃 也问题不大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说 就算是你认为的那些考试重点 你也可以拿满分 没有人有这样一个自信 对 而且因为你刚刚提到了 你可能是把原版书后面的 这样的一个题目 也都做过一遍对吧 其实如果说你是在做这个原版书的 就是原版教材的课后题的话 你能发现一些这个原版书教材里面 课后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可能是你在复习的时候没有涉及到的 所以说其实如果你做了这个原版书的 这样的一个课后题的话 那么可能说你接触到的一些非重点的知识点 也已经足够了 你能够就是说看到这个题目 就想到这个知识点我曾经看过 或者说你在考试的时候看到这个题目 原版书后面的教材好像有类似的题目 那么我觉得像这种的话 没有去完整的去过一遍 原版教材应该关系不大 就是说如果你是将原版书后面的 这样的一个习题都做过一遍的话 但是前提是你做过了要记住 就其实你应该有个地方 你之前没有看过 原版书课后题还是很有含金量的 就是即使它现在广度增大了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百分之八九十的复习内容 重点应该关注 对因为这个是协会出的官方的 其他的话都是一些机构出的题目 然后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现在考试趋势就是 即使是一些重点的知识点 它也不太可能会非常直接的去问你 知道提到你应该怎么做 比如说在EI equity investment里面 曾经讲过的叫justified PE ratio 你只要把那个公式去背下来 那么基本上你考试没有什么问题 但现在的话我认为 其实它可能没有考那么直接 它就算是考你这个公式 它也可能是说不怀疑你所有的数据 它有一些是需要你自己去算的 比如说你要去看一下 到底哪一些是给到你那些参数 哪些是没有给到你参数 然后没有给到你那些参数的话 你应该是不是要通过其他的公式去推导 这样才能算出最终答案 非常灵活而且比较恶心的是 它有可能会把一个错误的答案 放在选项里面 对你刚好算出来一个 这个好像跟我那个很close的 于是就选上去了 但实际上那个答案是错的 所以还是要非常重视 就是你对任何一个公式的理解 你要知道每一个参数代表什么含义 然后每个参数怎么去算出来 否则你直接死记硬背一个公式 应付不了考试 我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我觉得复习策略还可以是吗 就是还是以这么摆题和那个课后题为重点 然后课后题仍然是重点 课后题仍然是重点 然后再回去过一遍基础的一些讲义 对 对 对 就是还是先把这个原版书教材 后面的这个题目过一遍 好的 非常感谢 我看到有人在提问说 中文教材可以吗 我建议啊 就是中文教材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 肯定看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但是由于考试呢 是全英文的考试 你看中文教材帮助你理解知识点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要去应付考试的话 会有一点问题 因为大部分都是用英文的专业名词 如果你没有见到过它的专业名词的话 你会一脸懵逼 什么意思 所以还是建议以英文教材为主 比如说notes啊 机构的讲义啊为主 如果你实在是不理解那个知识点 我倒觉得可以去看一下中文教材的这些事 未经议的讯息